宁南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8月18日 萨克达欲娶摩纳哥 周三凌晨,欧关第五圈首回合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摩纳哥主场对阵萨克达 两队都是欧战长客,双方都具备一定的实力 不过摩纳哥上仗联赛遭遇失利打击 而萨克达近期整体表现相对稳定 目前更是处于连胜当中 两队相比之下,状态相对坚稳的摩纳哥是亦不宜高估 摩纳哥上赛季以联赛第三名的成绩结束发甲之旅 因而获得欧关外围赛资格 在本季欧关中,球队的首个对手是杰克球队布拉格斯巴达 后者实力极其有限,而摩纳哥凭借迪祖亚文尼 荷兰以及谢逊马田斯等人的出色发挥 以两回合总比分无比一轻松晋级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球队目前整体表现上并非一帆风顺 他们在联赛的首场比赛中,主场面对上既精咸宝足的南特 虽然纸面实力上占据优势,但是效率并不高 最后球队在先开记录的情况下遭到对手破合 而在第二轮的比赛中,同样是对阵一支弱旅 但最终却被对手凌风击败,导致球队目前联赛仍然未尝胜绩 这样的结果多少会影响摩纳哥接下来的发挥 在过去的六场各项赛事中 球队紧一仗没有失球,防守端的专注度令人担忧 而如今他们的对手是目前状态正佳的萨克达 此番整体表现难言理想的摩纳哥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后卫J马斯联合中场哥洛云因伤缺战 另一边乡,萨克达是一支乌克兰超级联赛的竞旅 近年来从未脱离过乌超前二,并且数次捧得联赛冠军奖杯 而萨克达也算是欧关的常客了 在过去三季欧关中,球队均能稳定的晋级分组赛 最好成绩还冲入过16强 本赛季欧关球队从第四圈战起 最终凭借M泰迪与拉仙拿泰奥利等人的不俗表现淘汰 比甲球队亨克 近几年萨克达的实力保持得相当不错 而且不论联赛,还是欧战赛事都有较为稳定的发挥 相较于,他们的进攻端 萨克达更引以为豪的是球队固若金汤的防守端 萨克达已经缠连了数季乌超最佳防守球队的称号施球数最少 铜铁币班的后防线无以增加了他们获胜的筹码 金扑萨克达有望以更胜一筹的竞技状态先下一程 阵容方面,后卫邦达和前锋阻力亚摩拉斯因伤无缘披挂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